为了要培养孩子的美感教育 深坑国小在今年就新购露了摄影设备 在19号的下午也特别举行了开进仪式 同时也举行了师生歌仔系的公演 深坑国小学童们还有老师们 各个可是粉末登场并改编当红的宫廷剧 以辉写有趣兼具教育利益的内容 来传达环保节能的重要性 而精彩的演出获得台下观众们如雷的掌声 深坑国小大鼓队隆重的为新购入的摄影设备 开进仪式揭开序幕 为了培养深坑国小学童的美感教育 在校长周明胜的主持下 现场来宾和地方明代已倾向祝导 祈求开进平安顺利 而校长周明胜也特地感谢新北市议员陈怡君的协助争取 小导演新世界美感教育的设备的一个开进仪式 这些所有的设备的经费 都来自我们陈怡君陈怡君给我们的30万的退款 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陈怡君陈怡君 除了为新购摄影机开进 这一天也是深坑国小师生歌仔戏公演 对于深坑国小能够竭尽心力的推广乡土教学 深坑区区长周敬平以及新北市议员陈怡君 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也相当期待待会的演出 允文允武的好学校 那我预祝说我们等一下的公演 跟我们的开进的仪式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经验的表现 因为刚刚太古的表演其实就蛮震撼的登场 那我希望我们的歌仔戏的表演可以让我们惊艳 藉由你们的演出 我们要把这个传统的戏曲歌仔戏 再次的发扬光大 落实我们这个乡土教学 上床国小歌仔戏公演第一出戏 改编的是当红宫廷剧 上演后宫为了替皇太后庆祝六十大寿 而苦恼该送些什么礼物 最后决定以环保节能的方式来为皇太后助寿 精彩又具教育意义的歌仔戏演出 轻松挥斜看着大家笑呵呵 同时也获得如雷掌声 而这些精彩的表演也都透过了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深恨国小表示 未来还会继续举办为电影针剑等活动 希望透过实际影像的摄录 培养孩子的美感学习 并结合乡土教学 让文创产业向下扎根 记者杨方友张芳琪深坑采访报道